第十二届菲律宾Cinema Laya影展 在菲律宾文化中心小剧院登场 首映会播放了台湾新生代导演于伟山 指导的剧情片《小孩》 获得各界广大回响 整部电影主要讲述未成年情侣 毕竟了怀孕决定成家 到面对社会现实考验的过程 却涵盖了整个大社会的现况 也引发观影人诸多省思 第十二届菲律宾Cinema Laya影展 今年有来自台湾 日本 哈萨克 阿富汗等国家地区 共六十六部影片 两组动画片 十一部纪录片 以及两组实验片参展 在菲律宾文化中心举行的首映会 播映的是台湾新生代导演于伟山 指导的剧情片《小孩》 这部在公式人生剧展放映的影片 入省第十七届台北电影奖剧情长片 主要讲述一对小夫妻未成年生子 之后在现实压力下 被逼着以未成熟的心智 面对各种困境和考验的经历 剧情改编自真实社会事件 也是导演于伟山周围的人物故事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菲律宾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菲律宾参加营展队 当然所以其实还蛮兴奋的 因为没有来过菲律宾这个国家 但是我知道菲律宾跟台湾 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关系 非常紧密的一个国家 那能够来这里可以看到 菲律宾的观众对于电影的热情 跟他们的一些反应 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 可以看到菲律宾观众的反应 对于小孩这样子题材的电影 营展总策划人米亚多 给予小孩这部电影诸多肯定 他也强调举办营展的宗旨 就是希望呈现新的声音 给新锐电影人发挥的空间和舞台 特别出席支持的 驻备代表处新闻组长庄正安 也希望透过电影交流 提升台湾电影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透过这样文化的交流 实在是也可以提升 台湾在菲律宾这边的一个能见度 也让菲律宾这边的观众 真的是跟台湾有很密切的连结 我们真的很盼望 未来有更多这么好的国片 能到菲律宾来应演 我们也很祝福于导演 跟这个片子呢 未来仍然能在国际影台上 继续为台湾争光 90分钟的小孩 讲述找书的孩子 触犯伊甸园的禁忌 而成人给予的不是援手 却是压力 挟实的内容引导观众 用包容的角度去关怀年轻族群 整部电影《八人寝思》 也展现台湾新锐导演温柔的触角 正透过创作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台湾宏观电视王永新 菲律宾巴塞市采访报导